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了城市会破断里程 大家有没有发觉到 今天我旁边站着一个人呢 超可爱的 坐着坐着 坐着一个人呢 今天有没有看到 觉得他很兴奋的感觉 你知道吗 钱赚太多了 很久没上YT了 有点害羞 不习惯吗 会紧张 你看讲话 站在一起还紧张 就是说因为他在两个礼拜之前呢 我们录那个Podcast 他说他梦到张周某 那天我们是不是 我记得我们还在吃那个 我从抖油带来的 他都喷饭了 天啊你梦到张周某 为什么梦到张周某 他就告诉我他的梦境 你要不要YT的人不知道 你到底做什么梦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你的梦境一下 我难得做梦梦这么清楚 你知道吗 他梦完之后 台积今天就从370 涨到今天的487 这个梦跟数字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张先生到我家 然后我请他吃个东西这样吃个饭 然后张先生来说 不好意思让你请客 我说没关系 你现在不是我老板呢 所以我们不会有那种 我要去这个贿赂你的嫌疑 对 然后后来呢张先生就带我去参观一下他家这样 他家还 你去张周某家 对对对 他家长怎么样我好想知道 他家就是很妙 他不是你想要那种豪宅 他是很大的家 但是他有一些特殊的设计 比如说有一个古宅门的设计 对 就是有那种有创新 但是又有带有保有传统的设计 这个梦有没有够清楚 有很清楚 他那天讲完之后 没几天 这个是有脉络可记 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最近那个巴菲特说什么 买台积店 我这样看他说 买了50亿美金 大概1500亿台积店 那我最近一直在观察 外资呢 乔水基金 摩登 Tiger Global 索罗斯都来买台积店ADR 所以昨天晚上的 索罗斯 对冲基金 索罗斯 不是那个索罗斯 他真的不是 我想说水电工都来买 哦 你这个是双观 就是美国很大咖一个 对冲基金的 已经宏导 水电工都 索罗斯都来索 索罗斯都把台积店锁住 一定要买这样子 对哦 这个双观也很好 都来买台积店 那我今天呢 就是这个节目非常重要 因为昨天呢 我们才有巴菲特的 这个公布买了 一千 41.2亿 但是有人说他后来 10月份有陆续买到 要买了50亿美金 那我们来看 这么多人 这时候为什么进来买台积店 那今天我们来想说 这个台股 会不会有人在说啊 台股今天从 一万两千多点 今天到万四了 会不会涨到万六呢 那选举的行情 到底台积店 会不会再上五百块 你为什么会有选举行情 我小白问一下 选举到底是造成什么行情 因为从这个选举行情 因为是政治的关系 都希望说 你想说我们现在几天 11月26号的选举 对 现在选举还没有完 就先不要卖了 就是说 通常选举前跟选举后 加起来有九成是会涨的 所以我们都会有一波选举行情 就代表选票跟股票嘛 是对等的 所以股票要涨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台积店到底会不会续涨 那今天我们这是在想了解一下 那大家来想一下 这个台积店会不会涨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 第一个巴菲特的带动 这个算是我们的活乐 巴菲特带动台积店 涨这一波 它是昨天一公布 昨天要今天总共 大家知道涨了多少吗 昨天涨8%了吧 今天大概涨了2% 这样加起来就涨停版了 涨停版了 这种台积店会有涨停版的概念 是不容易的 1000多亿 对对对对 这个1000多亿的资本额 要涨停真的很不简单 就是两贴就涨停 那涨停的话呢 昨天呢 外资他们就说买了348亿 那这几天呢 我们再来看 先前你知道 大家说什么 买台积店买到什么 没有什么 看不到未来 就是台积店从680 然后跌到370 因为最近大家说 用什么技术先行面 去什么剖析台积店 我觉得不重要 就让他知道说 他的未来性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台积店继续长 当然有啊 老东家一定是看好未来的 我等一下有好几个问题要问你 而且今天他代表 他是台积店以前 在台积店工作5年 那是已经离职世纪年 还好他才敢出来讲 他说现在还在台积店工作 没人敢出来讲技术 不行 因为这个很多 尤其技术本位的公司 员工不能随便乱讲 讲了会有事 但是他一看超过10年 他没关系 所以跟我们聊一聊台积店的技术 反正我聊也不会聊到 因为我不在里面做 但是我们有知道技术的展向 或者是技术轮廓是什么 对 除了技术之外 我们必须了解到说 外面的人为什么这么看好台积店 你知道前阵子台积店 从六百八到三百七的原因是什么吗 就一直被卖 一直被卖 为什么一直被卖 那时候大家有说过 那时候就是 就是因为都回去买美元 对 然后什么 大陆军事远期 对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大陆会打过来 对 所以呢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说书人的这个瑞仁导演 他也有买了一些台积店 我本来想接说大陆打过来 我也是要上战场的 我还没厨艺 而且必须背着三条杠上战场 你还想当兵喔 不是 因为我们打仗我们就被征召 他以前是军官 你不管我现在是台积店 还是我是导演 管你是谁 一旦打仗的时候我们就征召 然后我现在还是备翼上位 所以一旦打仗 一样也是要为我效力 我们现在讲一下 11月3号他有遇到 他梦到张周萌 隔桌的时候呢 就遇到一件事 魏泽家直押这个台积店 1600单股票 你看这样子他都可以有关联 好 这些都是一个hint 就是一个暗示啊 那时候魏泽家直押 好像大家下个钥匙 好像那时候还跌 我想说他们讲 为什么老板要去直押这个股票 我有做一集那个YouTube是讲这个 我是好了 我就觉得说 那时候我记得我告诉大家 在上上礼拜的时候 说他去直押 我们在11月份中以后呢 11月中的时候会知道说 他到底有没有直押 因为你看1600张台积店 对啊 你们那时候怎么会知道 然后我说他可以直押8亿多出来 那就是1600张的台积店去直押 可以直押5成 他是直押800张 对不对 那他这几天他说 昨天喔 立刻公布说 他真的拿去买台积店 买200张欸 对不对 所以代表他还有600张的钱 对不对 还没买完欸 对啊 但是因为现在台积店 他直押的时候是台积店 370几块的时候 现在台积店是多了10万块 那我们不要说他可以买600张 我觉得他还有买500张的实力 可以继续直押买500张 那时候你又跟我说你梦到台积店 嗯 于是我就做了跟卫泽家一样的事情 哦 卫泽家可以直押台积店股票 我们也可以直押台积店股票 所以我也跑去直押台积店股票了 那时候 都没有股票可以直押 你有台积店股票可以直押 零股好不好 同学零股 所以呢 私会呢 有的时候去想说 直押到底是什么 那我做那集YouTube影片 说教大家 什么是直押 跟怎么直押 自己也去做一次 哦 这个我真的还不会 所以卫泽家去直押台积店股票 我也去直押了 但是呢 卫泽家因为还卖 所以私会也就还不卖 哦 对对对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直押 所谓的直押是说 你知道卫泽家以前在台积是什么背景吗 哦 它是什么背景啊 你不要假装不知道 我们刚刚就有聊过了 其实我们刚才有聊另外一集 我跟你讲我是个业务出身 卫泽家也是业务出身 业务有一种霸气 我觉得业务因为 他对数字 非常敏感 对对对很敏感 你跟我在一起你觉得我对数字 如果是研发的 他可能就不会去做这事情 就是关心把技术做好 对对 不要去管什么直押 反正就一直放着 对 我们就是那一种 那我会是想说 诶 我从那个五百多块一直买台积电 一直买到四百块了 那最近你又跟我说你梦到 然后卫泽家去直押 那我的前置好也从直押出来 我算你最近的贵人 因为你跟我说你梦到台积电 我就我这个人做事就是会 非常的努力去敏感的去观察 那加上说我为什么去直押 他是因为卫泽家直押 我觉得他就是去买台积电 他一点就是我去观察这个台积电 一些周围的一些状况 他的财报超好 来我们来请 请瑞仁帮我解读 因为现在瑞仁呢 经过我 你知道我财管的分数是最低的 可是最近 我们在一起已经研究了台积电 因为我的APP你超熟的啊 你看你来帮大家解读一下 就是说这种财报 像如果连瑞仁都懂的话 我相信在座所有我们的观众一定会懂 我们来请瑞仁来看一下 这个他的那个每个月的营收有没有成长 你来看一下成长多少 年成长率是56.29 这是上个月吗 对对对 这个是10月份 那9月份 每个月啊 9月份是36点 对 每个月都在成长 成长多少 有没有数字吓人 有没有比那个先进制成的基数吓人 对啊 9月10月8月 其实最近半年他都有成长 而且最近成长的数字相较于6月来讲 这个月10月成长的数字非常的可怕 多少 56% 几乎每个月就是4成5成的成长 没有间断 而且这已经很久了 那我们 好啦 营收成长不代表赚钱吗 对 我们来看他获利怎么样 钱很多进来不见得有赚到钱 来来 我们来请这个瑞仁EPS的成长 每一个月从每一季 这是最近几季 那你来看一下成长怎么样 因为他这个 我懂了 因为季报才会有EPS这个报告 对对对 所以第一季从这个年成长率 EPS从45到第二季的76 到Q3是79 EPS成长率也是逐渐的增加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EPS这么厉害 你看营收成长5成 EPS可以成长到7成 你知道他厉害在哪里吗 EPS就是美股赚到的钱嘛 对啊 老东家为什么这么会赚钱 毛利率是其中的一个嘛 对 他毛利从58%变61%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到61% 我知道有一个要素你问过 我之前是因为汇率的关系 你好厉害 你记得欸 你记得欸 我就只记得这个 对因为我们汇率以前是1比28 现在变1比32 所以你看会差多22% 所以他毛利就会在汇差上多出来了 那最近一直在升息升息 如果说他的营收持续也是三成市场增长的话呢 那他的获利就会越来越好 可是如果说通膨就汇率如果说慢慢停下来 这个应该也会影响到 对 因为他们其实这种 因为他们是对外贸易的公司 因为我们是国际级的公司 东西都对外卖 所以汇率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环境来讲 我们要看这个台积电可不可以续报 我们怎么看 除了刚才说这个美国的ADR 这个各个外资一直在买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 还有这个自己人台积电人在买 那我们来看看台湾有没有很多人在买 最近这个以前外资说卖掉台积电几百万张 最近这个外资这两天买台积电348亿 就是昨天就是看一个外资买 那大家可以知道以前很紧张是地缘政治 嗯 结果我今天还是很怕 钱要不要直接要不要放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大陆到底会不会打我们 结果我看到了 这个拜登跟习近平 你昨天有梦到习近平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实际 我从来不做 我会做梦但是没有办法靠做梦去投 是只有热雷先生才有这个福分 张中宏当财贤人也来跟你敲门 慢慢有这种体质 各位以后如果 是会跟我临时开直播 你要赶快注意看我梦到 因为今天的直播是因为呢 立刻要告诉大家 有人有财神也拜访他 但是我是根据他的财神也拜访 去做执行动作 我的个性就是业务嘛 听到就要去做 没有做就是零分啊 打赛就要去做 对所以他一跟我讲赛 我就不管三十二十 先去直押了台积电股票 对对对 但是他去做 他没有叫我做 他一直说 我看他赔钱啊 我一直想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一直在想 台积电股票都叫你录他梦境了 要不要做是个人修为 确实有些事情 师父领进你们修行在个人 自己要去领悟了 好 那一个就是地缘政治 就是拜登 竟然跟习近平开了个会 哇这是八卦 不是八卦 这两天的新闻 对就昨天 然后这个拜登说 他问习近平 要不要打打台湾这件事 习近平刚才说 最近目前暂时不会 最近目前暂时不会 好 那前一阵子有很多飞机 你知道卖我们最多的是什么吗 哪样 什么样的外资基金 卖把台积电卖掉 对 不是 是美国吗 是新加坡 一些外资 东南亚这些 我觉得台积电 最后有个利多消息 那我对他非常看好 就是说亏打听说 他找到解决方案了 嗯 他说如果今天这个 美国不准他把A100 出到这个先进制程的 这个很速度很快的这个晶片 出到大陆去做超级电脑 那他就跟美国提出说 没关系我A100 从600GB的速度 降到400GB的速度 那他跟大陆人说 你以前用一颗的A100 600GB 因为我们不能出去 那我把A100的600GB 降速到400 你用两颗就好了 你觉得这样子 还是可以做超级电脑吗 那他去申请 这个美国可以出货 这个一定是可行的 因为他讲的 不是我讲的 我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电脑里面的CPU 以前我们就一颗CPU 一个通道 可是你知道吗 像我们现在的 简介面里面的workstation 一颗CPU 都12个channel 你知道把那个workfollow 拉开来看 有12条曲线在帮你工作 所以其实在所谓的设计上面 这是可行的 只是说 你买两颗的价钱 跟买一颗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他的速度一定会 因为就想要两笔 原本一笔资料 喂给一个人吃 叫他去解决 跟一笔资料 分给两个员工 叫他去做 可能效能还是有的 只是说我不晓得 这个晶片的售价等等之类的 它就是那个差异会是什么 可是对台积电来讲没差 反正我以前 反正我就卖出去 一个订单我以前 就只卖一颗 我现在一个订单可以卖两颗 对台积电来讲 我觉得是超级利多的 其实在我们工厂端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我们不怕产能满载 因为你机器只要 因为你知道那个半导体 高科技的东西 里面有一个 比如说高真空 真空度一定要维持在某个程度 然后比如说 你像那个无程式 是一直维持捷径的 如果说今天都没有在乱货 我跟你讲 那个捷径 或者说基台shutdown之后 可能下个月 或者是下个礼拜 它重新启动 它其实会有个cost 那个成本其实是不便宜的 那一次可以一直rown 一次可以 一颗变成两颗 那是两倍的订单 机器不怕被抄坏 但是机器怕被闷坏 你知道吗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增加 是7奈米 是先进制成 又多了两倍订单 这是台积电是超级利大力多 为什么 美国这么多的基金 一直在买台积电这个原因 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听众 要满满的好康是什么 可疑电到底又涨到几块 这个要先估我 没办法 这个可能先估 但是要有科学的根据 我从来没有认识什么 猜测啦 什么谁来告诉我 我一定是用数字 我是数字力 就是说我是要数字分析说话 我就是对数字就是有很大的兴趣 这时候我们就来看 我们把过去十年台积电的本益比拿来看 那过去十年来讲台积电的本益比最低 比较低是16 那比较高是像今年年初大概是25 26 就是它的本益比大概26 那中间的本益比是20 所以台积电的合理本益比 最近最有财运梦到张周某的这个黄瑞仁先生 来你来帮大家算一下 到底数字会怎么出现 如果说它过去比较低 我记得它最低的一次本益比呢 是16 如果它是16的话 大概价格会在哪里呢 它的EPS大概今年是37 你会算那个本益比吗 对你要考我本益比怎么算 就是股价去除以那个EPS 哦 咕咕咕咕对嘛 没错 对对对对对 没错 所以你刚才算出来是592 592那今天股价是487 所以大家还有一个十万块的空间 对 但是它最低 16其实它有一次更低 大概14 本益比14你可以帮我乘一下 37乘14多少吗 就是518 好 大家大概在520我爱你的时候 可以跑一下 这是我的觉得就是说 我非常的舒适 就是说在过去10年 它的EPS是在13.80万个月 就是最保守的 保守就是说520 大家看要不要跑一波 就是以过去10年 它最低的那个本益比去算 那我们现在520 我们算出一个520 就我爱你 这个大家可以算一下之外 那它的中间是20倍的本益比 你可以算一下股价是多少吗 你说 37乘以20 那就很厉害了 740 740的话呢 这个数字 有没有大家觉得很棒呢 因为呢 昨天外资公布 它对台积电最新的股价的估计是在720中间 720块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 本益比来算是真的蛮准 所以720到740算 它比较高的可能差不多会要卖掉 我在想选举完以后 因为选举大概会有两三个月的这个 就是涨期 涨幅期 也许可以到720 你看好吗 你这个 我们请那个最近财运比较旺的瑞人 他还因为梦到张松某之后去抽到一个 去玩的票 对不对 带全家人出去玩不用钱 我跟大家讲我技术底的 这个数字或者是财报 我真的没有那么精通 那我只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 就是说你看我这支手机 我是i13 对 那我里面的话晶片是N5 就是5奈米的技术 对 然后现在5奈米 还有它的5奈米的加强版叫4奈米 其实这个都是主流技术 那现在有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叫3奈米 那其实最新的一个传言 我讲传言 我有这边查到 都是根据某报导指出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那台积电在3奈米 就是刚才讲的年底要量产的时候 台积电一二已经有机会到达80了 但是 三宋约略在10到20 好重要 所以三宋约略就10到20%的量率 但是台积电有80% 代表三宋在整个制程研发上遇到一个重大 就是那个门槛 还没过去 当然门槛过去很快就会拉 可是现在目前传言是 所以当你发现现在量率80对20 然后当它拉到50的时候 台积电可能有往前一步了 可能有机会70变80变90 量率越好 你那一片晶片可以卖的电晶体就越多 所以这样子就会奠定这一家企业的竞争力 这是我技术比能够分享 至于你说台积电会到哪里股价 真的我们做研发的真的很没有办法分析 今天这集很棒 从技术面跟台积面满满的知识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帮我们按订阅分享跟赞 那把这个多分享给朋友 你也会有满满的财富跟能量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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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